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六月十六 今天在論四月二五 禮拜二 想問的頭一條 這個拔文車拔山高 阿嬤跳車 順時抵車較失望 這是咱們七點多 發生在南道信義鄉 一項不幸的意外 若回收南東拔破阿嬤 塞農用的拔文車 到山頂去載卡末 回到的拔路 可能是過島路路順河 路到邊坡的頭就三軟 結果拔文車載過 坐在當地載下去散高 阿嬤是緊急來跳車受到輕傷 但是六月收南東拔在車腳 頭上破棄 當中失望 阿嬤是逼聽萬分 非常的主張 既然在廣告現場 一個六月的小孩 讓這個屁股拔掉的 都不認同阿嬤在旁邊一直拔 三軟 三軟人員做的 將鐵骨变開 比跌在車腳的小孩 頭上破棄已經不開了 我真是 對阿嬤是在車頂還有這個小孩 外的肚子 她老婆提出 想不說這個小孩 真多可愛 真的對阿嬤去做事 想不到會發生意願 根本調查17點 阿嬤塞 替我去山頂再感冒回去 可能是更傷不好 塞車沒注意 翻路山平 接著六月的小孩 坐在後車道 沒那麼安全 射出去後 讓車跌到頭 是一位阿嬤駕駛 農藥的搬運車 因不慎 翻路三米高的一個 巔波 導致車上一名男童 被搬運車壓到 雖然不求 讓這個阿嬤是很疲痛 又主情 竟然我提醒說 這種鐵骨 副加速度 不安全 不適合載的小孩 特別是後車道 竟然不能載人 因為只要如果農到 人都會害出去 很危險